台南警方破获了一个专门诈骗大陆民众的集团 成员里头全部都有诈骗前科 主席为了能够达到每个月300万人民币的这样的诈骗目标 用尽各种招财的手法 不但在机房里面供奉金姬母 皮修 还挂上了大船入港的招财图 让远景看了哭笑不得 警方来到嫌犯屋内搜索 没想到诈骗集团也相当迷信 不但在屋内供奉皮修 还摆了两尊金姬母 每天烧香祈福拜拜 就是希望老天能帮他们诈骗带来好运 那他们的白板上面也有写到目标 就是每个月要有300万人民币的进账 那也有画了一些比较奇怪的大船入港 大于这个入网的这个图像 这票诈骗集团去年6月成立 以劳庚假冒递监出检察官 向民众宣称要冻结账户 为了让集团成员效忠 还提供KETAMI息食 人员吹告这个缴款贷款 那民众对这个行业人说 他没有申办之后 他会转给公安 主行台制作诈骗 守则当菜鸟教学用 不法获利超过2000万 原本以为供奉皮修会带来好运 但老天有眼 警方跟奸多时 还是将他们统统法办 记者王少宇 陈卫军 台南报道